来做樱桃声控球 用彩泥来做这个解压玩具 首先来做樱桃 把粉色的黏土搓成一个小圆球 拿出一支笔在上面搓个小洞洞 下面开始染色 用红色的颜料给樱桃上色 等表面的颜料干了以后 给它涂上一层透明的指甲油 稍微等一会儿把表面的油全部晾干 晾干以后已经非常的像樱桃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装饰一下 用绿色或者咖啡色的彩泥给它做上枝条 然后把两颗或者三颗组装在一起 樱桃声控球就制作完成了 来听一下声音吧 是不是好看又解压呢